好 那個我本身是那個ONF大使 然後我有在...有聽過Code這個專案的舉個手好不好 在場有聽過Code的 那...沒聽過就抱歉 因為我今天不會講太多細節 就是我不會講太detail的細節 我只會帶大家說 現在5G是跟雲端還有SDN 還有Open Source是一個怎樣的關係 OK 我們怎麼去帶動5G的發展 OK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那...我本身...我叫陳建豪 然後我本身在ONF、ENCORE有一些... 這個是OE的Open Source 我本身有在裡面做一些Contribution 然後我本身在... E3工業院裡面是做MEC Solution的Software Engineer 那MEC等下是什麼我會再講一次 我會再講一下 然後它也是跟5G有關的 OK 好 那在介紹完我自己之後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後來 我今天會先提一下5G有哪些需求 就是讓大家認識一下5G是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再介紹一下M-Core這個東西 然後呢 介紹一下這兩個最主要的技術 就是Network Slicing跟Multi-Asset Edge Computing 然後以及... 最後我們要去思考說 5G未來的發展會長什麼樣子 以及台灣有哪些機會 以及在座的各位 有哪些東西可以發展 OK 那我們再去反思一下 好 那我這邊就講一下5G的Requirement 我們常常路上你隨便找一個人問 問一個路人 然後就問他說 欸 5G是什麼東西 他只會跟你說 喔 比4G快啊 喔 這大家都知道 OK 那所以5G呢 它其實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它就是速度快 但是它其實不一定只是速度快而已 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Requirement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 這自己有點小抱歉 你真的... 你一條一條 第一個主要是User Experience 它... 當使用者手機連上線之後 它必須要穩定 OK 那不要時常斷線 然後接下來呢 速度要快 這是最主要的Requirement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符合我們的IoT的設備 我們接下來會進入一個IoT的Style Smart Industry 就是智慧工廠 智慧家電 你家以後什麼東西全部都要連網路 到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家什麼東西都要連網路 電信商會生氣 OK 我建一個基地台 然後現在你的手機就這麼多 我就快hold不住了 我還降價499促銷 然後你現在跟我說 你家電箱要連網路 那我記費要怎麼算 他就很生氣 那他現在就開始想辦法了 OK 那接下來第三個呢 就是Big Data Analysis 就是你後面的那些服務一上來 他可以在後面 根據他的核網 在後面去做一些大數據的分析 OK 這些也是他們後面要的 或是甚至去做一些security的分析 OK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AR VR 還有V2S V2S就是我們常講的車聯網 OK 車聯網的技術 他必須要非常低的latency 因為你如果今天你是自駕車 你的車子聯網路之後 你發現你的延遲是1秒 OK 那我現在就我的車就這樣開了 過了1秒 啊 前面那個停下來 過1秒我就裝上去了 OK 這個東西技術起不來 OK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東西的去support 然後接下來是AR VR 那AR VR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今天如果是你的畫面是Lag的 就是幾十毫秒就好了 你就開始頭暈 OK 所以其實他們對這個東西的 ratency 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OK 好 那有這幾個requirements之後呢 就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需要5G的進展 那我們要做到這些事情呢 呃 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技術 那這幾個重要的技術我後面會再講 那我們先講一下 電信商如果要發展這幾個技術 他們現在目前遇到的困難是哪些 OK 他們現在電信商就是 第一的碼 第一碼就是困境 電信商現在遇到的困境 他們現在遇到的困境就是說呢 你們現在都不給我打電話 用Line打電話 或用Facebook打電話 或用什麼打電話 的舉個手好不好 現在還有用手機撥號碼打電話 舉個手 有啊 我自己就會了 OK OK 現在其實很少人會直接打電話 讓電信商賺錢 他們就很生氣 阿媽你們都不打電話 然後你們全部都用Line打電話 都走Pekky 那我賺個屁 我還給你499促銷 然後現在用的人越來越多 Pekky Travier一直往上漲 但是他們revenue就是他們的收益 他們收益其實是趨近頻寬的 他們已經開始沒有在增長 這時候電信商就緊張了 我他媽買那麼多 抱歉抱歉 我用詞比較不大 我買了這麼多奇奇怪怪的設備 我去跟Arizen跟Nokia買了這些奇奇怪怪的設備 我的S Gateway P Gateway我買過了 我覺得4G好棒棒 我讓你們速度增加 結果你們都不打電話 然後我賺不到錢 OK 我還跟你促銷 就是大家銷價競爭 他們就想說完蛋了 這下子完蛋了 好 接下來呢 KPass跟OPass呢 就是開始持續上漲 就是我進來的成本 我買這些機器的成本非常大 然後接下來我要維護這些成本非常大 提供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公園有一個組 他跟Nokia買了一個盒網 就是一台比你家冰箱還大的機器 就這樣放在機房 然後一年的維護費是5000萬台幣 只是一個小小的機房而已 那你相信中華電信要付多少錢出去 你們就知道 你們每個人吃到飽還用499 我們看嗎 OK 但其實他們的維護成本是很高的 他們就開始在想 那我要怎麼去降低這些維護成本 我必須要Cost Down 然後再換一些商業模式 我們所說的商業模式 去達到他們最大的收益 OK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去講說 他們要達到這些目的呢 其實有兩個主要關鍵技術 一個叫做Neural Sizing 再來未來的5G的技術發展的話 因為我總不可能 我買了這麼一個昂貴的機器 放在我的機房之後 你今天一個智慧工廠過來 就比如說台積電要設一個廠 然後我要用中華電信的無線網路 我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有些人可能會charge說 為什麼智慧工廠他們不用Wi-Fi就好 其實Wi-Fi是有它的技術限制的 Wi-Fi我底下工廠的一堆sensor只要過多 我Wi-Fi就會有不穩的情況發生 這些有比較有硬體基礎的大家會知道 所以他們會其實會比較仰賴可靠的無線網路 OK 那就是為什麼智慧工廠需要連到這種無線網路的原因 那智慧工廠他們有他們自己需要的QoS 那你一般家用的有家用的QoS 你車子連網路需要DLatacy有自己的QoS 你的ARBR還有QoS 之後以後任何上網前進 比如說某間公司 他們也要他們自己的設備 他們有自己的config OK 那我不如中華電信 我今天config了一個 下一個跟我來 我又要config一個一個一個 下一個跟我講 我又要config一個一個 我會生氣 OK 那我們就乾脆大家一個網路簽名 我直接給你一塊ETC 在場不知道ETC的舉個手好不好 在場知道ETC的舉個手 知道ETC是什麼東西的 看來是少數啊 ETC你們就把它想成 中華電信裡面的核心網路就好 OK 那他們核心網路config了一次 那我不如想說 我把它virtualize出來 我把它虛擬化 然後把這一片虛擬化的核心網路給你用 這一片虛擬化核心網路給你用 那每個人都有自己可以config的核心網路 OK 那這是他們的一個技術 一個技術目的啊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MARTI ASS Edge Computing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因為現在網路延遲非常高 對我們可能覺得還好啦 但是對那個ARVR或者是對車連網來說 其實是算非常高的 那他們要怎麼連網 一般我們傳統的連網路會從這邊 手機Smocell基地台 然後會連到他們中華電信的核網 比如說我今天跟邱宏偉在這邊聊 Facebook 和就好 那我跟他明明在同一個基地台底下 然後我們就必須要從這邊連到記憶台 再連到中華電信核網 再連到Facebook 的 server 再回到中華電信核網 然後再回到邱宏偉的手機 這樣一段路是非常長的 所以後面的人就開始提出說 為什麼我跟他明明在同一個區域 我還要經過中華電信的中央機房 那這是一個 他們覺得不 make sense 的事情啊 那我們不如就把這一塊東西往前拉 拉到一個我們 在離我們比較近的地方去做傳輸就好 這就是我們講的Multi Access Edge 在邊緣去做計算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跟邱宏偉聊天 那我的東西就會到這個 Mobile Edge Cloud 就在這裡 然後我發現邱宏偉也在這附近 那我就直接回到邱宏偉的手機 那我們的路從這裡 就變成只有這裡 那這樣大大降低了延遲的時間 那這也是一個關鍵的技術之一啊 所以5G呢我們圍繞著這兩個關鍵技術 這兩個關鍵技術呢 必須要有哪幾個 detail的更關鍵的技術 反正就是這三個 OK 我們必須要把那些東西 內容 function 去虛擬化 變成NFB NFB化 不好意思這個字有點小 我就直接用唸了 就是內容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一個NFB 以及這些NFB起來之後 我們怎麼去設定它的網路 OK就需要SDN 去動態去調整 因為我總不可能 我切一個網路 內容 slicing給你 那我裡面的虛擬機起來之後 我要怎麼去設定它的網路 我總不可能 跟東西下去調吧 OK 這就需要Software Define 去自動去Borrow做設定 然後接下來呢 我這些東西要放在哪裡 我就需要Clammative的技術 就是在座各位坐在這邊的原因 OK 我們必須要有雲端的技術 去把這些東西放到上面 提供一個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的概念 我們從雲端最早的概念呢 其實就只有IAS、PAS、FAS 那叫什麼 還有一個我忘記叫 SARS SARS 對對對 SARS IAS跟PAS 對這三種東西 但是其實現在只要有了這三個技術 你可以做到Everything as a Service 你可以把核心網路變成一個Service 你不只有會不會破平台 或Infra Charter當作Service而已 我連核心網路都可以拿來虛擬化 當作一個Service 給你自己一個人用 OK 這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 大家以前都想不到的事情 OK 好 那 有這三個關鍵技術呢 我們現在就提到重點 什麼叫做Core Core其實它就結合這三個技術產生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 剛剛我們有講的電信商的困境 電信商他們什麼困境 他們以前的機房 非常大 非常龐大 非常老舊 非常多樣化 在座有各位有看過 我猜應該是很少 有看過電信商的機房 舉個什麼 對對對 有幾個看過電信商機房 電信商機房 其實他們設備非常多樣化 然後你會看到那些什麼S Gateway機器 P Gateway機器 然後什麼機器 每個搭的跟冰箱一樣 然後重點是 你今天不用的那些要幹嘛 你就把他擺到旁邊 然後叫東讀生去把他丟掉 去把他那個廢棄 OK 當然不一定啦 如果3G到4G 3G要一直用的話 就一直用 但是如果那些東西 我們確定不用了 就丟掉 其實很浪費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有個想法說 既然這樣的話 我又可以做到Virtualization 然後他們又是一個軟體化的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用 白牌的Switch 加上全部統一的X86 Server 去做到這些全部的事情 OK 那這就是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把東西全部虛擬化 你只要在X86 Server上跑得起來 我以後的機房 會只剩下X86 Server 跟那些我可以控制的SDM Switch 那我就不用去跟那些Sysco說 啊 Sysco我遇到問題 你來幫我幹嘛 這樣我很麻煩 OK OK 好 那就是他們一個核心的概念 那接下來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是 電信商他們一些機房的 就是 就是的圖樣 就是他們上面裡面都會有一些 奇怪的機器 像 寬頻網路的話就會有GPON OL GPON OL 什麼之類的 那一種機器 那 他們這樣很難管 然後 他們的理想狀況是變成 類似這個樣子 就是全部都是 統一的機器 統一的機器 OK 這樣他們管理起來是非常好管的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就講一下 這個 我們今天最主要要講的這個基礎 就是Code的這個技術 其實Code它的核心概念就是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 而且它是可以讓你去 programmable everything的一個架構 Code的技術它是一個架構 它是提供一個架構的solution 所以今天呢 我等一下講到任何一個component 你想換成你喜歡的都可以 OK 那它的架構呢 其實就是 我全部用X86的server 組成的一個一個的RAP 那這些RAP呢 我裡面會有OBS 去當作我的overlay的網路 然後以及上面一堆 quibus的switch 去讓我可以programable 去當作fabric 就是underlay的網路 然後上面呢 我有SDN的controller 底下呢 我有Kao Playform 去support我的 VNF的部件 就是這些Kao Playform 就是大家知道 OpenStake Kubernetes之類的 OK 那我們上面會有一個 Opistrator 就是指揮家 就是他負責去 今天如果有電器商說 我想要佈一個EPC在上面 那我接下來就會去跟 OpenStake說 你幫我起一個 EPC的機器 那他就會去跟 Onose說 現在這個機器起來 你負責幫我調配網路 OK 那我今天這一個EPC 就可以給你這家工廠用 OK 那你有你這間工廠的complete 那他就可以去做到一個 Newall Slicing的概念 OK 好 那這是主要一個想坦 那當然技術技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來問我 或是穿紅色衣服之類 我會再跟你說 再去找誰 不一定要找我 OK OK 那當然就是Tor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這個東西起來了之後 比如說我們今天這個EPC起來之後 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PayT Flow 就是 今天一個UE一上來之後 我們這邊會插一個 基地台 比如說假裝插了一個基地台 那我這個基地台連進來之後呢 他就會去連裡面的核心網路的VM 我們就直接講VM好了 之後可能會是container OK 那連進這個VM之後呢 他會再根據這個網路出去 然後連到外面的網路 讓你的手機可以上網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PayT Flow OK 好 那當然呢 上面我可以放很多的Service 那我接下來就帶大家看一下M-Core這個東西 M-Core其實有幾個主要的container 對這邊在場對5G wireless network有概念的幾個熟 OK 看來也是少數人啦 OK 那今天5G 可能大家比較不熟的話 我帶大家看一下 BPU呢 其實就是我們外面有 我就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UE連上線之後 它會有RF訊號端 就是無線的訊號端 那無線的訊號端呢 它會做一些奇怪的處理 然後接下來變成一個 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丟給BPU去做處理 BPU呢 它就會去把它轉成一個IPP 它會去把它轉成一個 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然後這個大家看得懂的東西呢 它會去跟一個叫做MME的東西 它會去註冊 你這個手機是不是可以用的 如果可以用的話 那接下來呢 這個BPU 它就會去跟這個Gateway U 去做一個GTP Tunnel的連線 它會去跟它建一個Tunnel 這個我這個Tunnel是給這個UE用的 OK 然後接下來就有一個Tunnel 接下來你手機傳的配件 就會變成這邊 點到這個機器台 到這個BPU 走這個Tunnel到這個U 走這個Tunnel到這個PGWU 然後PGWU上面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就是你們最 就是萬惡的元首叫做PCRF 就是它是拿來計架的 OK 所以就是 它是拿來計架的 它計架之後 它這個東西 就是它分析之後呢 它就會出去 這個都是MIRR出去分析的 那PGWU出去之後 就到網路 那你手機就可以給上網 然後這是我概略的 粗淺講了一下 這一個東西呢 就叫做 不含BPU 這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EPC OK 那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來是沒有 好 OK OK 那大家這樣講了一下之後呢 我們把每一個 注意喔 以前這一台 這一個GWU 是一個機器 這一個SGWU 還沒有CU speed的時候 這樣一個SGWU是一台機器 PGWU是一台機器 那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 MV1 那些也可能都是一台機器 那都是一個特殊的機器 我必須要去跟Nokia 跟Arizin買 OK 那價格都是非常昂貴 都是用一年再算的 OK 那 他們就想著想著 就不對啊 如果我今天要加 如果我今天要加一台 我為了你這間工廠 我 hold不住了 我必須要再買一台 然後我就買了放 好 你今天這間工廠跟我說不用了 那我現在多了這一台 我要幹嘛 就擺著 冰我家的牛奶 OK OK 然後就放在那邊 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 那我們就乾脆把他Virtualization 讓他可以用的時候就 布出來 那不可以用的時候 我就把它砍掉 OK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需要 NNFV的概念 那 他們用出來 他們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他們就想說 欸 那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 CU 把它分離 CU就是ControlPlan 跟UserPlan的部分 因為反正我 Data流量大了 是UserPlan的部分嘛 那我ControlPlan 就是一些ControlMessage 那我不太需要 這麼多的ControlMessage 那我就乾脆把 CU都SPEED 這就是5G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Spec 它會做到 CUSPEED 這件事情 那我就把 C 這部分 就把它虛擬化 然後U虛擬化 那U需要呢 就加U就好 我就不要加C了 OK 最有一個概念 那今天就讓大家知道 知道一下這樣就好 那M-Code呢 它就是把 剛剛這個Code的架構 上面的Service呢 放這些 有的沒的 你們剛剛才知道的Service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再講一下 那M-Code的Service 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 這個技術的東西 比較無聊 大家聽聽就好 因為重點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不是這幾張 OK 都放在這後面 OK 那他們要做的M-Code 其實就從 比如說你的手機 或者是從工廠 不同的scenario 進來之後呢 它的RAM 這邊就會去切割 那切割之後 它會去選你 相對應的 給它的EPC Slice 喂喂喂喂 對 喂喂喂 好 就是想去做 相對應的EPC Slice 然後連到外面的網路 那你這一串 經過的那些 VNF 就是我們講的VN 他們都可以有自己的設定 那你底下的Infrastrater 也可以透過SDN 去做相對應的設定 然後再來呢 呃 你中間想要過哪些Service 自己的Service 也可以再做不一樣的設定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 有做SDN 有聽過就是講的 Service Chain 這種東西 OK 那 有了這幾個技術呢 其實電信商 我後面就會講 他們會有哪些好處 呃 跟 有需要一些思考的地方 OK 那這就是內部Slicing 那接下來呢 我就大概講一下MEC MEC的話 M-Pro要怎麼用在MEC 他們基地台上來之後 我直接臨到 離你家比較近的 Central Office 那這個Central Office 它就形成了一個小的核心網路 那我今天呢 一個Service連上來 然後連到這邊小的核心網路之後 我發現 如果是我自己 Central Office裡面就有的Service 比如說像Facebook有跟 跟我們簽約好了 那我們Facebook把他的一些Server 全部放在我們這個Central Office上面 那我就不需要經過中華電信的核心網路 再到 呃 那這個地方 OK 好 講到這裡 其實時間也快到 我今天最主要集 就是最後一頁啦 就是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呃 Cloud跟SDN 還有現在 對5G來說的變遷 對電信商 對User 對Vender 對硬體供應商 他們有哪些重要的變遷 以及我們需要思考的地方 然後第一個的話 什麼東西會產生 第一個就是 我要讓大家想一下的是 真的有需要什麼東西都是Virtualize嗎 因為現在NMB畫之後 大家什麼東西都把它Virtualize畫 那Virtualize之後呢 有一個盲點就是說 我的Deprogram輸入不夠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用硬體做的東西 跟用軟體做的東西 其實效能是有差的 那我們有做過一些測試之後 用軟體做的東西呢 其實效能還是會比較低 OK 那真的有需要什麼都用Virtualize畫的東西嗎 那這個留給大家思考 那我們這邊的 就是留給大家思考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測試出來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講CU-Split嗎 在之後的發展 可能會是C-Virtualize 然後U還是會用特殊的Split去做掉 OK 那去加速它的輸入庫 OK 好 然後第二個點就是說 Telecom跟Cloud Provider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我在目前這幾場演講中 有跟一些人聊過天 他們一些奇怪的想法 他們說 中華電信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 他們會有自己一個中心機法 他們也有一個Cloud Platform 那他們可不可以發展出一些自己的Service 成為一個Cloud Provider OK 他們也可以大到像Google這樣子 OK 那有沒有可能 Google 大到連電信商都吃下來 這也是一個 大家可以想看看的東西 OK 那其實 等到現在 無線網路跟電信商 它後面也都是用Cloud Provider 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 這也是一個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好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就是 Open Source 這些Enterprise對Open Source的態度 就是我去演講這麼多場 然後 我演講完之後 我跟底下電信商的業者說 那你們敢用Open Source嗎 他們沒有一個敢 他們只會跟我說 我覺得你的技術很好 但是我不敢用 OK 他只會講這樣 他只會講這種話 那為什麼他們不敢用 他們不敢用的原因是 我後來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不敢用 他們不敢用的原因是 今天只要你無線網路 裝的電信只要一天斷線 他們就要被NCC罰幾千萬 NCC NCC罰幾千萬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間電信業者 你不敢 你不會有那麼多的財力 去試這個東西 OK 那 他們怎樣才敢試這個東西 我問說 那到底怎樣你們才敢試 他們說 除非Open Source 拿來商業化 然後有第三方的測試公司 去測試認證過 確定OK 可行 他們才敢拿來試試看 OK OK 這是他們的一個立場 那這個東西 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 我們這些Open Source 做出去 如果要讓業者使用的話 有哪些可行的途徑 OK 然後第四個點就是 Micro Service 這個概念 我們現在大家很常會講到 Kubernetes Container這些東西 但是 其實如果你的東西 你這些Function 要放到Micro Service上 你真的 以前舊的 抱歉時間段 你這些舊的Service 它是不是需要重購 是不是真的符合 Micro Service 那放下去 真的適合 大家再想一下 OK 然後接下來呢 第四個就是 Teracom Service Charging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會用一些很奇怪的 機價方式 開始跟底下收費者 收了一些很奇怪的錢 但是他們商業模式會改變 OK 然後接下來 這可不可惜 不知道啊 因為可能買 可能這樣子收費 你們就不買單 你們就去買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 不會怕 然後再來就是 4G5 IoT這個東西 要成真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等到5G 其實不然 大家可以再回去 review一下我的投影片 你會發現說 我上面的 那兩個關鍵技術 Network slicing 跟MEC 上面放的Function 全部都是LT的Function 所以今天 不一定要到5G的核網 出現 我才有辦法做 讓IoT成真 我只要有這兩個關鍵技術 我上面就算是放LT的Function 我就可以讓 這個IoT的世界成真 OK 那這幾個 這幾個問題 大家就可以留給大家去想一下 就是大家 今天主要是讓大家了解一下5G的發展 跟我們這些 雲端的技術 跟SDN的技術 會怎麼去影響 OK 跟Open Source怎麼去影響這個世界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